明天就是冬至了 罗东人和社区今天举办搓汤圆寒冬送暖活动 镇长林姿庙和社区一起动手搓出代表着圆满的汤圆 之后也会分送给弱势家庭 也是送上福气团圆的意思 罗东镇人和社区的妈妈们还有镇长、议员、正名代表等等 大家齐聚一堂一起动手搓汤圆 并且品尝热腾腾的汤圆 人和社区共准备了8000斤的汤圆 除了邀请全体李宁、镇内独居老人一款的低收入户 以及邻近街友等800人来参与品尝之外 并且分送到社区家户籍低收入户各一斤庄的汤圆 将温暖送到弱势家庭的家中 有感受到我们的名字吃个东西 我们大家来送鸭子 可以说东西到鸭子大家够一份 可以说吃鸭子就是天府天送 大家共同欢迎合作 对于我们的低收入户 我们也可以来照顾 我们人和人的母亲都可以说 有一包的我们的鸭子 可以说他有东西到鸭子 所以团团圆圆可以让我们的人和人 还有我们的总经人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鸭子 我们发动了这边所有的妈妈们来做鸭子 来预备明天要担担做鸭子 再做这些鸭子 要把这些鸭子送给我们的劳动 在我们的低收入 我们的阳气使用 我们大家有一个温暖的冬至 希望在冷冬的中间有一个暖暖的爱意 比方说这个爱心能够发展出去 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暖暖的鸭子 明天就是冬至了 冬至吃汤圆除了代表人人都长一岁之外 也有团圆的一函 象征合家团圆 社区透过这一次寒冬送暖活动 发挥社区关怀邻里的爱心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